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歷經 73 年的共同生活與發展 已經凝聚了強大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臺灣人民和朝野政黨的最大的共識 就是捍衛主權 以及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一點 我們沒有妥協的空間 我要呼籲北京當局 兵容相見 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 唯有尊重臺灣人民對主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 才是重啟兩岸 良性互動的根本 各位國人同胞 對於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而言 最大的任務就是用盡全力給後代一個更好的國家 也給世界一個更好的臺灣 臺灣的經濟更發展 全球供應鏈就更完整而堅韌 臺灣的安全更鞏固 區域和全球就能夠和平繁榮 臺灣民主更深化 世界自由民主的陣營就更穩固 這是我們過去多年以來 從黑暗的坑洞中絕光而行 終於走出來一條道路 這條路也許辛苦 但是我們因此找到了身為臺灣人的意義 也看到了臺灣存在對世界的價值 現在的臺灣很民主 很自由 經濟繁榮 文化多元 不但受到世界的矚目 人民也凝聚出所謂家園的堅強意志 今天大聲地說出 我是臺灣人 是一種光榮 也是一種驕傲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是彼此的手足 讓我們勇敢堅定 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讓臺灣成為世界的臺灣 更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臺灣 中華民國加油 臺灣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